但是你要说出你挑战的理由 可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说清楚 因为我觉得老板们会说 这个动作有点很好学 不能展示出 我坚持到底的这个决心和毅力 所以我想坚持一下 好 那你想怎么挑战 非常好 我想就是 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 加上腰的动作 对 你教我们可以的 就挑战你们的老腰 来 来 来 看你们还说舞蹈容易学吗 腰太简单了好不好 好 史上老板求职者的 下腰大PK开始 好 老腰不老啊 来一个 快行啊 来一个 怎么样 挑战之后你觉得效果如何 我觉得至少我可以展示出来 我想要的做法我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挑战结果并不重要 关键是你开始会挑战 好 你开始主动了 来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谢谢 所以你看王瑞 对 其实刚才我的问题是有效的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会真正打动人 其实态度才是最终打动人的最重要的核心 对 你只要敢坚持 主动 这就挺打动人的 对 就是你只要展露出我要主动争取一件事情 并且我有信心做好 同时你要即使跳舞 我们说舞的知识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把所有的东西写在你的脸上灵魂出来 大家会觉得哇 你很棒 来 我给王瑞再补个掌 再回复到刚才王文刚那个问题 刚才回答了你为什么喜欢销售对吧 接下来来演绎一下销售 演绎一下销售 因为你的第一项是销售嘛 好吧 来 你来挑一个产品 卖给一位老板 主动哦 又卖家风 挑他的什么产品 为什么有感觉 枕头 被子 被子 买枕头 卖给谁 看谁落枕了 谁讲主动让我卖给他 小枫 这位女士您好 欢迎光临我们的优慢家坊的实体店 喜欢需要什么为您服务的吗 我就是想买个枕头 那我给您介绍一款吧 因为这一款枕头是我们店刚刚新上市的 你看怎么样 首先你看这一款枕头 从外观上来看 它的花纹特别的精雕细刻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师傅们的 枕头不看外观 不看外观 对 那你至少要摸一摸它的手感 你枕着的时候要舒适啊 里面的材质是什么意义 你看里面的材质 我们的这个材质呢是采用天然的植物的草木植物来做的 每天工作下班的时候身体非常的疲惫 那这个时候你枕在这个枕头上的时候呢 你会闻到它枕头散发出的屡屡清香 为您的身心放松还有缓解疲劳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所以我向您推荐这一款 您觉得有什么 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不是像躺在牛棚里面一样 反正这个材质的创意 但是听一次听说 但王老板你觉得他把你的产品销售的好吗 我觉得这样啊 你的销售态度和语 对 这个正好应了刚才王润云自己的那个总结啊 你在与人沟通的过程当中 你是蛮主动蛮嗨的 感觉不错 但是呢 对于销售本身的这个工作 它的本质观点你可能没抓住 如果你想做销售 你第一件事情 无论你卖谁的东西 你必须先问 老板能帮我推荐一款 你认为比较好的产品吗 它的卖点一二三是什么 你如果不掌握这些基本的元素 你就冲出去了 那叫裸奔